好 那么你知道这块之后 下面我们又给大家说的 就是我们刚刚在这里面 使用UWSGI作为Web服务器的时候 其实就相当于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边是我们的一个用户 那么在这边是用户 然后这边是我们将购项目的一个代码 在中间有一个Web服务器 这个Web服务器我们使用的是UWSGI UWSGI这样的一个Web服务器 它来做的 那么 好 这是它 那么对应到这边 就以这边是用户 它的一个浏览器用户 好 那么后面是我们的这个 将购项目 将购的项目 好 那么当用户 他去请求我们的网站的时候 首先 它是来请求我们的这个UWSGI这个Web服务器 它是去请求它 对吧 然后 由UWSGI去调用我们将购框架的入口 调用它的 Appling 开闪 这里面 注意啊 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请求 请求之后 那么紧接着 这个UWSGI会调用我们将购框架的一个入口 所以在这边呢 它呢 会去调用这个将购的 培雷克尘啊 就在这边 哎 调用 将购的培雷克尘啊 调用我们的培雷克尘啊 最终培雷克尘这个函数内部呢 我们说它呢 进行了我们将购的处理 最终呢 在这里面进行处理之后啊 在这里面 哎 它进行一个处理 对吧 好 进行处理 好 进行处理完成之后 最终这个处理的返回值呢 会会返回给我们的这个VSGI啊 会返回给UWSGI这样的一个服务器 然后呢 由这个服务器呢 再把这个请求呢 返回给我们的用户啊 哎 返回 好 那么这里面呢 再给它 它再去传给这个用户 好 最终由这样一个返回啊 OK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刚刚去搭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搭建这样一个过程 那你注意在这里面呢 这是你搭建项目啊 部署最简单的一个模型啊 就是用户呢 前面有一个服务器 服务器后面呢 是这个将冲的项目啊 用户呢 直接访问我的外保服务器 就可以呢 去访问我的网站啊 但是我们这种基本的模型里面 我们说呢 刚刚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首页的静态文件呢 不能做显示 所以呢 我们最终需要呢 再一次的去部署 那么这个部署怎么部署呢 再打开一个页面啊 在我们这个 里面呢 在这个Android啊 在这个UVCG的前面 给它加上一个NGX服务器啊 给它放上一个NGX服务器 那么这个呢 其实呢 我在这里面啊 把它往后退一下啊 往后退一下 在中间呢 再加一个 那么这一步的话 就在这个地方 找到这里的话 在这里面再放一台机器 那么这台机器呢 就是我们的NGX啊 找到这里面 放上的是我们的NGX 我们说呢 NGX呢 也是呢 可以作为一个 外保服务器啊 那么用户呢 同样的道理啊 用户请求的时候 请求 用户请求的时候 他先去请求我的NGX啊 然后在我的NGX里面呢 我就进行了配置啊 什么配置 第一点 如果是动态请求啊 如果是动态请求 很注意啊 如果是动态请求 那么转交请求 给这个UWSGI 转交请求给UWSGI 好这样的一个处理过程啊 那么 我们在这里面 把它放过来之后 这里面是这一点啊 那么 好 这里面有这件过程 就如果呢 浏览器发过来 请求是一个动态的请求 我们就把这个请求呢 转交给后面的这个 UWSGI 就在这里面啊 把它进行一个转交 转交给这个UWSGI 然后呢 至于后面的这个过程呢 我们NGX的不需要去管 我只需要去转交 你转交之后呢 它就会去 跟我们之前一样 调用application 然后呢 根据拿到它的返回值 再把这个返回值呢 交给我们的 NGX啊 再把返回值交给 NGX 好 再把它返回给用户的 一个浏览器啊 所以这个中间 我们多了一层 NGX啊 用户他访问我的NGX的时候 我的NGX里面呢 就可以呢 进行一个判断啊 如果是动态请求 就是呢 转交请求呢 给我们的UVC 由UVC的呢 调用后面的项目 然后拿到返回值之后 返回给NGX NGX呢 再给我们的用户 但是哎 如果这个请求过来之后 它不是一个动态请求啊 你注意啊 在这里面 假如说这个 用户呢 又发了一个请求 这个请求呢 现在呢 它是一个 静态请求 就访问静态的网站的请求啊 就如果 在这里面呢 如果 是静态 请求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需要呢 提前啊 提前 把项目 用到的啊 把项目用到的 静态文件啊 把项目用到的 静态文件 放到啊 放到 NGX 所在 电脑的某个目录中啊 所在 电脑的 某个 某个目录中啊 好 那么你把这个项目用到 静态文件呢 放到 NGX上面的某一个目录中的时候呢 根据 NGX里面呢 可以做一个配置啊 如果呢 根据它的配置的话 它就会去这个目录下方呢 找到 静态文件啊 就根据 那么配置 NGX 就会去目录下方啊 就会 去目录下方 下方啊 找到 静态文件啊 找到静态文件啊 然后 找到静态文件 之后要干嘛呢 直接返回给 用户的浏览器啊 直接返回给 用户 好 这是第二种操作啊 你注意啊 在这里面有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的 就在这里面 它呢 其实呢 有这样的操作 就是 那么 当 用户呢 它的请求 如果呢 是一个 静态的 请求的时候 我们需要提前 把这个项目 用到的静态文件 把它放到 我们的 NGX 所在的这个 电脑上的 某一个目录里面 然后 NGX呢 就会根据 它的配置啊 去这个目录下方呢 找到这个 静态文件 直接呢 把它返回给 用户啊 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就借助于 这个NGX 让它去处理 我们的 静态文件啊 它就没有往后 去转交的 这样一个 过程啊 那么这里面 直接呢 返回啊 这是这个处理啊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 去搭建这个 NGX的时候 它所要起的 一个 作用啊 作用 就让它呢 去处理我们 项目所用到的 静态文件啊 这里面 你注意 你一个请求 过来之后 到底呢 是动态请求 还是静态请求 其实呢 都是通过 URL的 配置啊 都是通过 我们NGX里面的 location地址的 配置啊 你比如说 我可以在 NGX里面 给它 配置两个东西 一个是斜杠 一个是斜杠 static啊 那么凡是呢 我就认为 对吧 你请求我 网站的时候呢 你只要是 你只要地址里面 是以 static开头的 它就是一个 静态的 请求 你像其他的话 我就认为 它是一个 动态的 请求啊 所以这部分 到底是 动态请求 还是静态请求 主要是看你 NGX里面的 一个 配置啊 配置 OK 那么这一步呢 是我们啊 说呢 我们要给大家 做的这样一个点啊 做的这样一个点 好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 要对这个部署呢 去进行一个升级 在它的前面呢 再去加上一个 NGX啊 让它去 和UVC之间呢 有一个对接啊 对这个部署呢 对这个部署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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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